和郭先生的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们昆山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还有我们陈宁辉委员 还有我们议会的严主任 还有各位 还有我们的议长 郭议长也到达 还有我们各位家长 各位小朋友 各位大朋友 各位市民 各位我们的贵宾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市长很好 今天非常荣幸 因为市长公布要到台北去接受表扬 所以没办法前来 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我这么劝悦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开心的 一个一贯道家庭 韦泽市长来自于一贯道的家庭 所以我们遵守我们一贯道 非常好的一个 敬天地神明 重视我们校道 尊敬我们的师长 来自这样的家庭 所以我们非常的喜悦 第二个呢 我也更高兴的是 我服务的学校 也有我们的读经班 我们的五大哥五爸爸 就在现场 我们的五爸爸带领了我们的读经班 利用我们找找私修的时间 老师去上开成会的时候 然后让我们的全校的小朋友 都有接受读经的一个习例跟机会 所以呢 非常高兴我们有这样子的机缘跟缘分 今天大表市长来参加这个颁奖 真的是非常荣幸 也祝福我们从两岁到九十几岁的这些大状元 小庄园都能够通过这么样的 很好的一个考验 跟一个读经的考试 祝福大家 也祝福我们这个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我们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市长夫人的支持 非常感谢我们市长夫人波容来参加 我们在2020我们的黄市长的市政里面 有提到的三个提升 三个永续 其中里面就谈到文教永续 可见我们台南市 真的是一个经典教育的文化之都 紧接着我们也要热烈的邀请到 我们今天的立法委员 陈婷飞陈立法委员 为我们上台赐质加冕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陈婷飞立法委员